绝顶杀手居然穿越成了个胶肉美目 甚至开局还把病肉的柿子在床上扒了个金光 只见他刚穿越指尖就慢慢爬上了柿子的小子 下一秒就激动到血脉喷张 心想现在穿越居然还包分配对象 那既然是分配的对象 再多摸几下也是可以的吧 可当他在伸手时 却被面前的男人一把掐住了脖子 本来作为杀手的他条件反射是可以挣脱的 却发现自己这具身体气力不足从云引花 显然是被吓不药 敌不动他不动 两人就这样以一个极其暧昧的姿势保持了半天 可突然他又灵机一动 伸手一把掐向了男人的弱子 柿子被疼得一个机灵松开了手骂他无耻 可他却调侃柿子居然对着自己能如此高傲 简直更加禽兽不如 柿子的脸红的发烫 让他赶紧把手松开 可他却纳闷柿子这一脸委屈的样子是在做什么 说自己这身子倒还是傻吗 要不是被人婴了怎么可能会在这 没想到柿子听后竟满脸惊讶 问难道不是他下的药吗 他则一脸理所当然的让柿子赶紧开动小脑瓜响起 谁家蠢祸搞男人还会把自己弄贪的 明显都是着了道理 随后他竟突然拔下了蜡烛下的尖针 迅速在柿子的手上划了道理 此刻柿子还一脸猛逼 他则解释说血气能充散药力 可这却让柿子更生气了 那你怎么不划你自己 划自己多疼了 而此刻门外竟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吵嚷声 柿子听到后立刻将尖针甩了出去搞出了动静 随即便大声嚷嚷着飞里啊飞里啊 女人一听迅速躲到了床下 这个男人竟敢突然算计他可真是个狗东西 不过他在原主的记忆中搜索到的柿子本是个病样子 根本不可能会武功 可看刚刚柿子将尖针制出的那一刻却明显有武功 看来柿子是故意装病 想要逃开某些争斗品 而下一秒门砰的一声就被打开了 侯爷带着一大群人涌得近来关切地问柿子怎么样 而这柿子居然瞬间开启了吸睛模式 练甲潮红病样样的说自己方才弄脏了衣裳来此更换 谁知刚进来就被一个肥瘦如猪唇后聪鼻的女子给压在了踏上旅行富贵之事 若不是自己拼死反抗 怕是清白早不保 床下的女人听后只敢说六 真是谢谢柿子害他倒了八辈子没 关键侯爷此刻还让柿子放心 他们一定会抓到那个厚颜无耻长相气丑的贼人 虽然这个贼人实际上就躲在床下 然而柿子的理由还引得了爱好八卦的人怯怯思语 好奇不知道柿子经历过这件事以后会不会对女人有心灵异 不过也可能是那个病的问题 说不定原本都不行 然而这些话却都被柿子听到了 他看上去十分不爽 男人怎能说不行 于是在所有人都出了房间后 他便将这怨气都转移到了女人身上 结果刚从床底下爬出来的女人明面就接上了柿子的一群 不过女人竟灵巧的闪身躲过去 随即便给他塞下了一颗莫名的药领 女人骗她说这是含笑半步颠 只要敢动用魅力就会大笑不止 见她抗拒吞咽 女人甚至还亲口用嘴给她喂了下去 完事后女人大不离去 甚至还不忘对她之前的高昂作证 她是行的 可柿子虽看不惯 却也干不掉 只能坐在床上干着急也没什么办法 而没过多久 侯爷找贼人便找到了宋家姐妹的客房内 由于伤了柿子的贼人现在不知所踪 宋家姐妹的表妹云锦初又刚好不见 管事的便猜测这事 和云锦初逃不开干系 而正当他们激烈对峙时 云锦初竟刚好在这时亮亮呛呛地走了回来 而刚露面 她就细经上身地朝外祖努求救 说有人要害她 绝顶细经穿越 居然要她一个王者去带一群青铜 果然云锦初一穿越过来 就被三表姐坑进了柿子的房间 这导致她刚开局就把柿子扒了个金光 无缘无故和柿子结了冤 而当她好不容易从柿子的房间逃回来后 还碰到了侯爷抓贼人抓上了门 她只好细经上身 可怜巴巴的借口 说自己之前和三表姐去赏花市途中如厕封堂 谁知出来后 竟撞见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 不由风说的要杀她 她害怕极了 只好装备家丁掐晕扔进了府里 这才私利逃生逃了回来 这让她外祖母听后心疼极了 指责侯爷居然这样待客 待会儿定会让老爷亲自来说话 而很快他们便一起回到了自家的府里 三表姐质疑起了 她当真被人掐晕扔进了府里 谁料云锦初这会儿去改口 说自己其实是被人下了迷情样 只是为了不引起侯爷的怀疑才撒回 三表姐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之前跟柿子在一起的女人就是她呀 可下一秒她就给了三表姐一巴掌 调侃说让三表姐失望了 自己和柿子什么也没有发生 外祖母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后生气地走不过来 指责三小姐居然敢陷害锦初 可三小姐却十分委屈地抱怨说 是锦初勾引了自己的未婚夫谢轩在先 让谢轩起了唤亲的心思 自己也只是想给锦初一个教训而已 可二小姐听后居然又给三妹捕了一巴掌 让三妹赶紧用那猪脑子好好想想 若谢轩真的喜欢锦初又怎会让别人知醒 谢轩不要脸难道谢家也不要脸了吗 而云锦初此刻也很是头疼 因为陛下看中柿子 而她今日又刚好在柿子房间差点毁了清白 想必日后定会彻查 若是被查出点什么可就完了 可二小姐跪在地上却解释说 自己也不知道柿子为什么会在屋里 当初她其实是想让云锦初和侯府大公子在一起 毕竟锦初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能嫁进侯府也是夫妻 然而这话一出她又挨了二姐的一巴掌 二姐被自己这三妹起得不行 居然能傻到把这称之为夫妻 那要不俩人换换 而三小姐此刻已经被打晕了过去 外祖母担心锦初会难过 便赶紧安慰说宋家就是她的依靠 别听别人乱说 甚至连二小姐也一阵言辞地向她保证 绝不会让她嫁给侯府那个大傻 可云锦初此刻却因体力不支而晕了过去 面对这么一群小青铜 她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原生最后的医院是让她就宋家了 腹黑的细菁柿子 怎么也没想到 她居然碰到了个与自己欺骨相当的女 不仅莫名将她压倒 在床乱摸她腹肌不说 还用唐丸骗她说是含笑半步颠 只要她感动内力就会大笑不止 于是她就这样眼睁睁地放走了 眼前这个非脸的她的女人 晚上经过轻微的调查后 她才知道 那女人原来是户部上书宋家的表小姐云锦初 她伪装孱弱多年的秘密 恐怕在白天与云锦初交手时就已被看过 估计不用过多久宋家也会知道 于是她正想着如何让宋家覆灭 可下一秒天上竟掉下了 对于妹妹正巧砸到了她怀疑 轻微看到后立刻拔刀 却遭到了云锦初的威胁 若是谁敢伤她一下柿子就麻烦了 而恰好在这时 从宫里来的太监和太医们刚好到了门口 世子为了防止他们向皇帝走漏风声 只好被迫与云锦初含情默默的对视 而云锦初也很是配合的交迎了情 世子 我怕怕 而此刻的世子已经被恶心透了 却要装作很享受的回应道别怕 没 没事啊 可云锦初却更入喜了 安忧世子 咱家来的这不是时候啊 轻微也不拦着点咱家 世子则迅速将她搂进怀里封住嘴 向太监们解释道 锦初就是来看望我 白天在侯府帮我惊扰走贼人后就一直担心 可太监却问了 为什么在当初上报时 世子没提到宋家表小姐的事 世子则努力装作深情的回答 我中了催情谅 怕连累锦初的名声才隐瞒了这件事的 锦初性格热烈 多次向我施爱 但我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多次拒绝 而云锦初为了将自家宋府宅出去 避免二表姐的事被暴露出来 指责宋府自导自言坑骗世子的感情 于是也积极地回应起了世子的心力 说自己是特意瞒着外祖父偷偷过来 毕竟世子难以起身 还求公公不要说出去 太监们恍然大悟 原来世子才是下面那个 而世子听后则忽然挑起了他的下巴问道 原来锦初这么爱我 云锦初则笑着回应道 我对世子深情不悔生死相依 结果世子当即变下了个决定 那我娶你 云锦初慌忙摆手 胡不不你是雪莲我是陈宁 我怎么能玷污您 没想世子根本不听 让公公赶紧回去和陛下说一声 自己要向宋家提亲 而这消息也让公公喜笑言开 原本陛下就操心世子的婚事 如今听闻此事必能容心大悟 云锦初恶狠狠地瞪着世子 那眼神仿佛在说把我娶了你也不怕短 而世子那斜斜的眼神仿佛也在回应说 本世子死了坟中必有你的一席之地 而与此同时 原本与宋家二小姐有婚约的谢轩正 带着谢夫人来宋家提出要换亲 由于谢家未来的儿媳宋二小姐被打成了猪头 谢夫人便故意指责宋家这是在把谢家的女 于是谢夫人便提出让云锦初嫁给他儿子谢轩做事情 也当是送家给他们谢家的陪罪 可下一秒一颗石子就哐当一声砸中了谢轩的后脑 云锦初搞定完世子那边的事就急忙赶回来 没想到却撞见了这更恶心的阴影 他认为还是让谢大公子意外身亡婚事取消这个理由更好 而谢夫人一听云锦初居然敢侮辱 和伤害他儿子便面目猙獰地扑了手 可他没想到云锦初的身手居然这么厉害 一个手刀就将他给打倒在地 谢轩看到母亲受伤愤怒到直呼起了云锦初的名字 怒斥他是不是疯了 云锦初则又给了谢轩一巴掌指责道 直呼女子名字毫无难得 直视女子容颜无耻下见 谢公子怎么就学不乖呢 女孩为了守护家族的轻育 居然三更半夜爬上了世子的床 而装柔弱的世子为了隐瞒自己的武艺高强 居然把他从床上抱起来说要娶她 只因他曾经无意撞破过世子的真实身手 世子便决定将他保在身边比较稳同 而世子背后的视力也刚好能成为他家族的保护 于是女孩和世子两个戏精便开始了极限拉扯 而当云锦初从世子的房间走后 没多久便有人来向世子领报 说有野男人深夜溜进了世子妃的闺房涂抹布 被人撞见后又欲吐毁世子妃轻易 现在院子围了一群人 好多人都知道 世子听后唇角抽了抽 猜测世子妃将事情闹大或许也是在告诉他 这野男人的来历应该就是之前暗中陷害他的 于是他决定更衣过去看看情况 还让轻卫赶紧去把这消息透露给冯公主 而此刻云锦初这边已经炸成了一锅粥 原来之前那个溜进他闺房的野男人 是和他二表姐有婚约的谢轩 本来白天谢母还提出要跟他们家换亲 要他去谢家做事谢的 没想到梅德成后居然在晚上用了这种下三满的手 而此刻谢家祖母正与云锦初的清白再次威胁 才来谢家做事情 不然就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试了情 到时候他这个残花败流肯定没人敢要 可没想到下一秒柿子竟突然出现喊道 谁说他没人要 紧接着 柿子和云锦初就拥到了一块 两个戏精又开始互标起了荧幕大戏 只见柿子的眼里透着三分柔情 三分关心 还有四分漫不经心的道歉说自己来往 云锦初则哭得梨花带雨地轻推着柿子 问他怎么来了 别别碰 自己不干净 众人顿时傻了眼 而柿子还在继续眼 告诉我 那狗男人哪里胖呢 云锦初则脚柔造作地回到说声 他两只手都碰了 柿子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喝尺头 负债子长 来人打断谢父的两只手 谢家祖母听后迅速将儿子护在了身后 威胁说自己的儿子可是陛下轻松地指挥牵势 而柿子只不过是个养在京中牵制镇南王府的柿子 而此话一出 皇帝身边的冯公公便出面主持前宫道 他指责谢家祖母虽贵为郡主 居然大胆到在这里揣测圣灵 现在在场的人都随他入宫 陛下会为云锦初小姐做主 于是他们一群人便被带到了前往皇宫的马车上 世子看上去有些生气 指责云锦初居然仗着现在有镇南王府撑腰就大肆张力 可云锦初却意味深长地问世子难道不该谢谢他吗 毕竟只有事情闹大 世子才有机会挑拨镇南王府和皇帝陛下的关系 世子一听没头顿时就皱了起 警惕地问他一届局外人怎么会知道镇南王府的事 云锦初则笑着说自己是猜的 毕竟世子装了这么些年的并付出了这么大的待见 不可能就只是为了活命 而镇南王卫是世子父亲 世子想夺回来也在情理之中 世子听后轻蔑地笑了下去 调侃到太聪明的人可活不长 然而下一秒云锦初的身体便突然倒了下去 世子急忙接住了他这才察觉到 他不仅在发烧身上还有些许伤痕 世子慌忙拿出了药箱打算给他疗伤 还让他撑住 自己身边可不留废物 可云锦初却一把拉过了世子一正言辞地告诉他 我很有用的 快点救我 绝顶杀手穿越成了个胶肉眉毛 转眼间还把病弱的世子给扒了个金光 两个细经之间顶级拉扯 在相见时便被人误会成了私定终生的野猿羊 谢家祖母嘲笑他 还没被圣上赐婚就跟世子轻轻无误 真是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勾引男人 简直不知羞耻 谁料世子竟在此刻爆出了一则八卦 说谢家祖母当年灌醉了谢老太爷下药强占了人家亲爱 那时候谢祖母搭着个肚子逼婚谢家时 怎么不见之道羞耻呢 谢家祖母听后顿时休愤的无地自如 在场的众人吃了这个大瓜后也极为震惊 云锦初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真是一夜风流带球逼婚 也就小说这么喜 没想到古人还真这么猛 而当到了陛下殿前 谢家祖母东的一生比谁都更先跪下 紧接着就不停地哭 说宋家陷害世子 云锦初出手伤人 还请陛下一定要为他们家做主 世子则一瞬间抓住了话里的漏洞 说陛下都还没开始查 谢家祖母怎么就断定是宋家害了自己 谢祖母顿时雨色 皇上又吩咐人把谢轩给带了上 结果谢轩一被带上来 就开始嚷嚷着解释说 今早宋家二小姐弄丢了定青玉佩后 他和母亲就刻意上门来带 谁知云锦初突然就打 云锦初赶忙躲到了世子身后 世子护着他 说自己的锦初毫无复机之力 怎么会出手伤人 到底他们夜叹宋府是想逼梁为妾 还是想去确认宋家是否有害自己 谢轩被这几个问题问得有些猛 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是自己猜的 一时间 谢家污蔑宋家和云锦初都被皇上看在了眼里 于是皇上便下令将谢轩押入天牢细细审问 紧接着他便让众人都退下 可世子却在这时对皇上说自己有一事相求 云锦初有些错愕不知道世子想干嘛 没想到世子竟直接朝皇上求赐婚 说自己与锦初两情相悦致死不明 求皇上能将锦初赐给他 云锦初的外祖父听后赶紧将自家外孙女护到了身后 说锦初年纪还险婚配之事不用着急 皇上也顺着话告诉世子 人家话都说到这里 总不能强迫人家嫁了外孙女 没想世子却还没放弃 甚至提出这世子味都不要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惊 皇上则顿时勃然大怒 云锦初装作感动直接扑到了世子身上 含情默默地问他当真愿意如此吗 世子则将云锦初搂进了怀里故作生臣 甚至还想好了脱身的理由 让陛下对外说自己是受到过度惊吓而亡的 而且当初给他下药之人也已经拿作了 到时候陛下还可以问罪了 云锦初被世子的心意感动地留下了虚假的眼泪 世子轻轻为他扶去 两人这次居然在皇上面前飙起了年度大喜 皇上被气得脸都黑了 没想到这臭小子居然敢放着世子不当 宁肯假死脱身也要和云锦初双宿双七 他问罪宋家 居然敢跟着世子一起弃君 云锦初则赶紧起身解释说这都是自己一人的主意 是他瞒着所有人跟世子来往 而世子也帮着他把宋家给摘了出去 附和着说这确实是他们两人私定了终生 陛下无语 心想这小王八蛋虽然以前老算计自己 现在还不是跟自己一样栽在了女人身上 他乏了 让众人都先退下了 可世子却好像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还提醒皇上赶紧给自己赐下婚 可皇上却只甩了他的大折子目指他滚出去 七君了还想要赐婚 再不出去就立刻下指将云锦初赐点皇子 上一秒还在疯狂贴贴的男女下一秒 竟把对方嫌弃了要努 前演了一出苦命鸳鸯的戏 现在戏演完了 也该说正事了 关于他俩的婚事 云锦初的外公那是第一个不答应 只因他们家姑娘心思单纯鲜弱胆小 实在做不了世子妃 还请世子高抬贵手另立两缘 可世子听后那是一百个不信 只见他只是随手下了下云锦初而已 云锦初就立马摆出了防备的架势 秀里还掉出了一把刀 世子笑了 调侃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心思单纯鲜弱胆小的姑娘 怎么随身还携带雄起的 云锦初把刀捡起让外公等人掀出去 自己则跟世子单独说两句 等只剩下他们两人后 他便一本正经地问世子 是当真想让自己当这个世子妃吗 世子瞇了瞇也 问他难道不愿意吗 而他竟突然贴上来回应道 愿意 他知道世子想夺回镇南王位 他则想保宋家平安 大家虽个有所图却可以合作共鸣 但要约法三章 他告诉世子 第一不能让宋家眷禁 只要做到了这个 他就会帮助世子夺得镇南王位 第二则是不能干涉他的正常交集 当然他也不会干涉世子找女人 只要不舞到面前来都可以 可这个条件世子听后却有些不满意 问他难道是打算给自己戴绿帽子吗 可他却一本正经地回到说 自己暂时没这个打算 不过规矩先说好 免得日后扯皮 世子的脸顿时就黑了 云锦初则接着说到第三点 要世子给他写封和离书 等世子继承王位后他们便合理 之后男婚女嫁互不干涉 世子听完后生气了 问他凭什么跟自己讲条件 可他却好似把世子拿捏得死死 因为他知道世子现在腹背受责 急需一个盟友周璇 在皇上和镇南王之间 才不至于成为炮鬼 就一封和离书而已 总不会这么小气 可世子听后却冷哼一声转过身去 自顾自地回到了自己的马车上 然而临走时云锦初 却故意跟他挥手刀 让他考虑好了就拿和离书来找自己 这可把他听得更生气了 难道他这世子妃的位置 就这么不让人稀罕吗 来担心地问他没事吧 云锦初摇了摇头 说自己现在跟世子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世子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 可外公却依旧担心 因为那世子看上去就心机颇深 雌子并非良配 锦初嫁过去他们都不放心 二表姐此刻则十分勇地 站出来说自己替锦初假 还一副誓死如归的样子 生怕他的锦初妹妹 再受到半分委屈呢 听闻团宠少女 要嫁给一个病若世子 一家人就急得要命 二表姐更是扬言要替他假 什么刀山火海的就冲自己来吧 可实际上 这个团宠少女是个穿越过来的绝顶杀手 刀山火海什么的他一个人都能一名 他让家人们放心 他和世子是合作关系 世子不会欺负他 可外公却凑到了他跟前再三询问 他真的想好了吗 真要嫁给那个病若的世子 见他点头 外公便立刻对众人宣布 锦初是为了保全我们宋家才嫁给世子 往后大家需牢牢记住要心疼锦初 保护锦初 云锦初有些感动 又突然看到大表姐眼子 大表姐一向最疼 于是他立刻装的柔弱贴到了大表姐身边 大表姐 我身上的伤好疼啊 大表姐一听紧了 说自己现在就扶他回房歇息 二表姐则跑过来拍了拍胸 说自己力气大致就抱他回去 可云锦初却说自己只要吃点大表姐 亲手做的饭菜补补就好了 什么猪腰鸡爪踢绑 马上就会好了 大表姐听后笑 答应明天就给他炖 炖大锅低 一锅不够 那就再来一锅 而到了晚上 柿子的贴身侍卫竟深入了宅院来给他送东西 这是侍卫头一次见柿子这么挂念一个年 听闻他白日里受了伤 便特意拆自己来给他送你 云锦初毫不客气地将药品照单全收 可侍卫又拿出了一瓶毒药给了他 这也是柿子给的 叫化骨骚 一种见血风猴的剧毒 还能化尸骨于无形 带着这要他遇到危险也会有自保能力 可见柿子还是很贴心的 虽然侍卫在心里吐槽柿子真是不懂女 哪有夫郎给人家女孩子送毒药的 可没想到云锦初竟对这毒药异常感兴趣 还问有没有其他种类的剧毒 多给自己整一点 好吧 柿子非之心唯有柿子之意 紧接着 侍卫又说柿子还有句话带给他 说谢家并没有和镇南王府勾结 这让云锦初听后若有所思 看来镇南王府只是碰巧知道了 谢家想要害他们宋家的计划顺水推舟了 可镇南王府究竟图什么 而这时侍卫已经打算走了 问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让自己带给侍子 首卷香囊发簪什么的 云锦初顿时就不愿了 怎么还没成亲呢 就开始觊觎他的财产 不过说到财产 不一会云锦初竟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富货 他跌两死前给他留下了百亿黄金 足够他一生逍遥富贵了 可这么大一笔钱 若不用来整点幺蛾子的话 也太亏了 你还穿书后竟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富货 不仅坐拥百亿黄金 半个城的铺子还都归他过来 基本上他啥都不用干 每日都有几百万生钱 可今日他出来寻步时 竟偶然撞到有人在铺内闹事 赵家过行的赵老太太 居然带着个小妾的尸体当中 诬陷儿媳害死 小妾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像儿媳这样恶毒的女人 怎么能掌管不好 还不快把钥匙交出来 被冤枉的孙娘子听了这话十分生气 可他的相公偏偏还是个妈宝贝 母亲说啥就是啥的那种 而云锦初此刻恰好出现来主持了的公道 除了人命不报官 倒是抬着尸体来过行闹事 赵家的眼里还有王法 紧接着他又到那小妾的尸体面前仔细观察了一下 尸体上有余温 血液也还没凝结 此后应该没有超过一个时辰 随后他便问孙娘子这一个时辰人在回头 孙娘子回头 自己从今天一大早就在店里 中途也没有离开 伙计们都可以为自己作证 林锦初斜斜地笑了笑 说既然孙娘子一早上都没离开过不好 这尸体又是赵老太太母子带来的 那人应该是赵家母子杀的吧 围观的群众们听后顿时议论了起来 这对赵家母子真是狠心 连孕妇都不放名 怕是为了这间铺子才嫁祸给孙娘子的吧 而就在他们身后的马车上 路过的柿子也意外听到了铺子里发生的事 看来他未来的柿子妃还蛮有一泡 小打小闹根本用不着人帮忙 很快官兵赶到 这对诬陷人的赵家母子即将被带走 而一向把子嗣看得比谁都中的赵老太太终于忍不住 对孙娘子这种在外打拼事业不生娃的女人咆哮了起来 你个下不出蛋的老母鸡 守着金山银山也带不进棺材 可孙娘子听后竟当众宣布自己要修复 并将赵家母行正式更名为云家母行 为庆祝东家到来 今日布料成衣让利三成出手 众人们听后开心极了 店内的货品马上就被一阵轰抢 孙娘子赶紧吩咐伙伙计去把去年的存货少资多量的网店铺里送 别叫人看出来 另一个伙计则赶紧去坊间宣传今日降价销售的事 云锦出不绝佩 这个孙娘子可真是个天生精灵的生意人 这样做既能遮掩丑闻又能趁机清空库祖 真是高啊 孙娘子忽然回过头谢过了他今日的帮忙 他则夸赞孙娘子有本事 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都是混蛋 修得好 只要孙娘子努力赚钱 那些小郎君们肯定会疯狂 却没想到下一秒世子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听到了这 还一把将他搂过狠狠的质问头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小郎君 倒是跟我讲讲呀 女孩还没成婚呢 居然就已经想好怎么离婚了 为此他跟未来的夫君讨要了张和黎叔 为的就是以后方便跑路 未来的夫君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千里迢迢给他送来了张和黎叔 现在他终于可以放心结婚了 世子还叮嘟他 往后他定要做好身为世子妃的侄子 然而身为世子妃的云锦出似乎根本没听进去 他还在膜拜之前在布行遇到的孙娘子 大经商眼光可谓独树一帜 他只要抱锦孙娘子的大度 钱财肯定滚滚而来 可世子听后却觉得奇怪 问他云家乃是江南首富 怎么会筹钱呢 云锦出则摆摆手 意味深长地说就是因为云家家产庞大 才需要把产业交给放心的人打理 毕竟自己一个姑女现在没爹没名 万一遇到了谢家这种要钱不要脸的就麻烦了 世子听后吃惊 问他难道以为谢家算计他是为了家产吗 云锦出则感到奇怪 问世子为什么会这么问 世子福尔告诉他 说大概在三年前 自己的手下曾缴获过一本走私账本 是镇南王府和京中皇子跟南楚勾结 可惜消息走了 探子被追杀 探子在黄宁山附近遭遇暴影山邦 事后尸骨虽找到了 账本却不翼而飞 云锦出听后脸色煞事白了 因为三年前的黄宁山正是他父女丧生的地方 世子继续说着 谢家私底下与大皇子四皇子走得很近 听到这云锦出 大概也猜出谢家为什么会算计他 大抵是觉得那账本被送到了他手上 想要在他身上查出些蛛丝马迹呢 可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账本 在料理完父母的后事之后 也从未得到过任何与此相关的消息 不过等等 原来他这么早开始就已经被世子连累了 那这婚事怎么想都是他陪伴 得抽点利息才行 世子无语 吐槽他可真是钻尽前眼里 云锦出却不然 毕竟谁会闲钱多爱 等他有钱了 他定要把精中好看的小哥哥们都包养起来伺候自己 那日子 简直是神仙过的 世子听到他这话后突然大喝了一声 随即便吻上了他的嘴 霸道侵略 害得他只能乌烈烈地说不出一句话 许久世子才放过了他 但世子有正当理由 说他曾在侯府轻薄过自己 这是正当报复 云锦出无奈 没想到这世子居然还是个商业棋子 简直一毛不拔 丝毫亏都吃不得 看来他以后要从世子兜兜里 多讨点好处的多想想办法 而这时马车又突然 旷荡一阵晃来了的祝福 云锦出跌进了世子怀里 随即就听见车夫说不好了 宋府出事了 女孩穿书后 竟被人当机逼婚 宁宁他三姐还跟这男的有婚约呢 男方居然为了将婚约的对象换成他 带着家属当众诋毁他 清白逼他不得不嫁 只见谢轩卖惨被父亲扛到了宋家门口 紧接着便当着众人的面说 云锦出昨晚趁自己喝醉了酒食主动挑战 自己本就喜欢锦出 一时情不自禁电量成了大妥 可没想到 下一秒云锦出竟突然出现在了这人群众 还特意走到了他面前调侃道 你与我三表姐定亲在先 入府折辱我在后 你的喜欢还真是另类啊 谢傅赶紧拦在儿子面前回怼道 轩儿曾对我说 每次他来送府时 锦出小姐都会对他展露笑容 绝美之姿令他难忘 既然锦出小姐已然失身于轩 不如就嫁了吧 三没六聘的礼数他们谢家也不会含不 围观的群众们听了谢傅的一面之词后便开始指贴 感情是云锦出小姐主动勾引在先还施了清白 两家女子怎能对外难笑 真是不知羞耻 云锦出听后一肚子的气 没想到谢家真是使得好一出奸计 居然当众毁自己名声逼自己就算 可紧接着不远处又传来了一阵世子的声音 我看是谁在寄予我未来的准王妃 云锦出仿佛看到了救星 下一秒就配合着世子一起演了情 阿楚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没想到我平常与人为善 竟成了被谢家冤枉的罪证 看来我们的婚约只能就此作罢 紧接着云锦出又凑到世子身边小声问道 你到底是来看笑话的还是来帮忙的 世子则贴到他耳边也小声告诉他 当然是来帮忙的 随后就见世子抚摸着他的脸大声说 你胡说 我早已和陛下秉临非你不娶 我还想着过几日和你一起出戏赫兰小姐的吉吉林 紧接着 就见世子当众宣判谢家谢轩欺辱世子妃 妄图诋毁世子妃清白 让手下直接去结果了谢轩 手下领命 直接提刀冲到了谢轩面前 刀刃架到了谢轩的脖子上 谢轩急了 大声嚷嚷地求饶说自己和云锦出姑娘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世子将云锦出固在怀里 冷冷地质问他既然没碰 那刚才到底是闹得哪出 谢轩老实交代 说自己只是想逼云锦出嫁给自己 挽回自己的名声而已 云锦出听后冷笑 调侃谢家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现在真相大白 谢轩的命是保住了 名声却彻底混 云锦出趁着现在人多 迅速拉上世子的手 想让大家在此做个见证 他向众人宣布 自己心悦狮子 此生也只狮子一人 他倒要看看这波操作以后 谁还敢再威胁他 女孩还没出嫁呢 居然就被未来的夫君管上了车 这把他的二表姐气得在背后不停嚷嚷着 刺婚的圣旨都还没下呢 你们怎么成天就想着抢走我的锦出 而被抢走的云锦出 此刻正在马车里悠闲地吃着葡萄 问世子干嘛老是针对自己的二表姐 二表姐不就是想跟着来凑个热闹吗 让人上来不就好了 然而世子却板着个脸说 未婚夫妻理应同常 怎么能允许一个外人过来横插一脚 而且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去参加贺兰小姐的积极旅 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呢 随后他就将一堆书本丢给了云锦出 说这是贺兰家相关的资料 看完记得记牢 这让云锦出顿时傻了眼 埋怨世子这么多资料 难道就不能提前几天拿给自己看吗 没想到世子竟突然吩咐手下 先带着贺里去贺兰府 还有再将马车的速度放慢行 这下云锦出的时间就充足了 他可以慢慢看慢慢挤 可下一秒 几只箭矢突然就飞进了马车里 外头顿时喧闹了起来 侍卫们大叫着有刺客 场面一时间极度混乱 侍卫让世子赶紧往林子里跑 树林茂密 他们没法放箭 世子听后则迅速拉上云锦出下车跑去 这一下子就要了一个杀手的命 另一个杀手惊讶地咆哮到他居然装逼 世子则举起箭 调侃他们知道的太晚了 双方杀得火热 哪怕世子和云锦出的武艺在高强 也难敌敌方人数众多 两人的体力都即将耗尽 突然间 世子脚下一空跌落山崖 云锦出看到后想都没想 就跟着跳了下去将他拢入怀中 隐约中 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母妃 等到再醒来时 他已经身处一个安全的山洞里 云锦出靠在他肩头累地睡了过去 篝火琵琶作响 温暖的灯光照在了狼狈的他们身上 世子发现了云锦出的身上满是伤口 估计都是为了救他所留下的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 却没想到把云锦出给打扰醒了 而云锦出一醒来就开始吐槽了起来 你减减肥吧 可太重了 把你拖过来差点用尽了我毕生的力气 而且你还发起了高烧 要不是我一直在照顾你 不然 你可就一命呜呼了 世子听后十分感动 云锦出又凑了上来戳着他的心巴继续说道 你又欠我一条命了 没想到世子竟突然握住了云锦出的手 说他可以不用救自己 把自己一个人扔在地上一走两只就好 也没有人会怪他或怀疑他 而且只要自己一死 宋家也安全了 然而云锦出却摇了摇头说自己不要 还一本正经地对他开口了 因为我答应过你 会陪着你的 哎呀 谁叫我是个信守承诺的好姑娘呢 上一秒他还为救世子拨出信命 下一秒他居然就把世子压在身下扼住了脖子 原来世子跟他坦白 自己早就知道了今日他们的马车会遭难 掉下山崖也是预料中的事 这让云锦出顿时感觉自己的善良慰了毒 这一身伤都白受 世子向他道歉 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可他却突然像只受惊的小猫般警惕地将世子闷在了身下 你觉得 你的保证在我这里有可信之呢 世子听后知道自己领会 便只好轻抚着他的脸再次道歉 对不起 这次是我的错 不会有下次了 阿姐 原谅我 云锦出的脸突然刷得一下就红了 虽然嘴上依旧说着嫌弃 手却很诚实地松开了世子的脖梗 没想到正发着烧的世子被松开后 尽一个劲地想往他身上扛 可下一秒却被他一把推开 你身上滚烫烫的热死了 起开 只是世子被推开后 竟开始原地掩了起来 阿姐 我身上好痛 身体也好热 不过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休息一下自己会处理的 云锦出无语 傲娇的他虽嘴上依旧说着嫌弃 但心里还是担心的 于是便让世子把上衣脱下 看看伤口是不是裂开发眼 而世子听后也很直接 迅速将上衣一场露出了 结实且光滑的八块腹肌 这让他看着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很快就注意到了世子下腹部 一道害人的刀把 世子告诉他 这道刀把是自己小时候伤的 那师父王刚去世 母妃因伤心过度得了一症 发作起来时疯癫的都不认人 等清醒过来之后 又会抱着自己懊恼痛 虽然这道刀疤是母妃留下的 但母妃肯定不是有意的 只是病而已 这段话 让云锦出对他的懂事心疼得不行 紧接着便轻抚上了他腹部的那道伤口安慰 别怕 我在呢 他顺势捧起了云锦出的人 想在这如此炙热的氛围下吻上那张嘴 可没想到云锦出竟突然反应了过来后撤眼 还警告他少动手动脚 但这却令他忍不住搓小 因为他见先前云锦出看他身子时明显失了神 便知道了云锦出是真缠他身体 于是他便故意敞开着身子睡醒 而次日一早 云锦出果然屁颠屁颠地凑了上来 趁在他没醒前 手还不停在他胸口上乱摸 于是他便故意装作被吵醒的样子 突然抓住了云锦出的手 还羞红着脸问锦出在干什么 云锦出则赶紧转移话题 称现在天亮了雨也停了 得出去找出路了 而他听后目光却看向了云锦出那受伤的腿